把狙缩到旗河线 控制下局势 那么将来可以掩护两个族过河 继续在这个马吊住红方 应该说黑方是牢牢掌握局势的一个主动权 看看红方能不能顶得住 这里选择把马缩回来 用狙去捉黑方的马 那么黑方马8退6 先把这个马退回来 这样黑方的子力位置非常好 还是净多两个族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方如何来处理 选择了一个羊角式 也是想支起羊角式 不怕马来攻 这盘棋的这个红方 虽然说整体的硬实力 还是有点欠缺的 我个人认为 但是它的棋还是比较柔 没有太大的这种漏洞 整体的软手偏多 但是没有太大的漏招 也算是比较扎实的一个基本功 齐局走到这儿 应该说是红志将来可能想 利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 慢慢去一点点取胜 将来很可能形成这种温水煮青蛙 那么先来一个羊角式 将来把这个式再养起来 去抵抑黑方马的一个进攻 也是比较明智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这样的红志也是先把足过去 趁着红方还没有补像 来不及补像的一个时间 因为现在压着向眼 他补不起来 所以黑方先把最难过的一个组过去 把最难过的组拱过去之后 将来在居四推二 组三平四组五进一 两个组一旦拉手 黑方的优势就不可动摇了 好 这里红方上市之后 红志走得非常简洁 直接选择进居去对车 这棋有点走的有点欺负人了 红天王吓得非常简洁 实用 进居之后把居对掉 对掉 那么黑方子力非常雄厚 应该说红方的九路边兵 基本上是必丢 那么这个兵丢掉之后 黑方红志准备马三足 去攻杀对方 红方应该说是一个必输的局面 让我们来看看挑战者 会不会再顽强的抵抗一下 这样呢 红方也是赶快跳跳马 黑方呢 补向 飞向把这个马扛住 黑方呢 把这个红方的子力牢牢控制住 这个红天王啊 这盘棋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它的一个为子功能啊 主要是控制